若无其事地看着水池里扑腾的猫咪,猫咪很快就会被淹死,但她面无表情,甚至没有一丝波澜,仿佛鲜活的生命不过是她手中游戏人间的入场券,轻易便可撇弃。 然而,她冷眼旁观的却不只是一只猫咪的生命,少女名叫爱玛,和父亲生活在一起,从小缺失母爱的她却异于常人的优秀,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绝无仅有的好孩子。 然而,这个好孩子却平静地接受了宠物的溺死,等到父亲发现家里的猫咪淹死时,还安慰着爱玛不要害怕,她会有一只新的猫咪。 爱玛来到了学校,一只蜜蜂恰巧飞进了课堂,年幼的孩子们被吓得到处乱窜,爱玛却不慌不忙地支出了蜜蜂,把它扔到了窗外,这引起了孩子们的注意。 但爱玛的反常远不止这些,她因为厌恶同班的女生,在体育课的时候故意绊住了对方, 在女生摔倒在地上后,她又洋装慌张地过去将对方扶起,并一个劲地道歉。 然而,这并不是她的本意,趁机扶起对方的空隙,她偷走了女生心爱的手表。 爱玛自以为这一切天意无缝,却被一旁的老师尽收眼底,她很惊讶于平时品学兼幼的爱玛竟然会暗地里做出这样的事,却选择了解魔不提。 很快就到了学校颁发奖章的日子,往年的获胜者都是爱玛,所以今天她穿上了美丽的衣服,还在头发上绑好了蝴蝶结,等待着荣誉的加冕。 然而因为老师看到过她盗窃手表的一幕,就把奖章颁发给了另一位同学麦洛。 麦洛是爱玛的好友为人热情,知道是自己获得的奖章,她露出了甜蜜洋溢的笑容,在场的每个人都为她高兴。 只有爱玛黑这张脸,仿佛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典礼结束后,爱玛的父亲大卫找到了老师,想了解一下爱玛的近况。 老师对大卫说了很多,还夸赞了爱玛的优异。 出于保护女孩的心理,她没有说出爱玛偷表的事,却隐晦地提起了爱玛稍微有一些怪异的性格,可惜大卫却没有听懂。 另一边,趁着自由活动的间隙,爱玛带着麦洛来到了海边悬崖,她提议想看一看麦洛的奖章, 却在拿到奖章以后,把麦洛推进了五边的大海。 少女的力气很小,只因为对方是无比信任她的朋友,才让她有了可乘之机。 麦洛被打捞上来时,已经没有了呼吸,她的葬礼很快举行,爱玛哭得满脸泪水, 任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失去朋友的少女真诚的眼泪。 可麦洛的死还有一个疑点,她在死前没有带着真实的奖章,因此警方和老师走访了每一个家庭, 这或许会是一个突破口,但一旁的爱玛却有些慌了,家里的保姆也仿佛看出了些什么。 她刚来这个家就发现了爱玛不简单,还认为麦洛的死与爱玛有关。 为了中断审讯,爱玛打碎了玻璃罐子,这巨大的声响引来了众人,爱玛摔倒在玻璃上, 警察对她的审问也就此结束了,但保姆仍然对她充满了质疑和警惕, 家里有个人一直盯着自己不说,更可怕的是,爱玛还发现,老师竟然还在调查这件事, 看着老师的车子,一个邪恶的计划很快就产生了。 老师在开车回家时,车内突然爬出了一只蜜蜂, 紧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毒蜂涌出来攻击老师, 老师也因为没有注意方向盘而出了车祸,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, 保姆却在爱玛的床下发现了麦洛的奖章, 为了给爱玛一点教训,保姆把奖章挂到了大卫床头, 这引起了大卫的怀疑,因为之前她就在典礼当天的照片里发现了不对劲, 爱玛的眼神总是直勾勾的盯着那个奖章, 眼看藏不住了,爱玛凶狠的瞪了保姆一眼, 转头又对父亲扬起了笑容,并解释这个奖章是脉络送给自己的。 大卫心中的怀疑逐渐加深,她带着爱玛去找了心理医生, 然而爱玛最擅长欺骗,她很快就引得了医生的信任, 躲过了心理检查,然而保姆却在晚上威胁地告诉爱玛, 她会做爱玛的继母,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,让爱玛小心点, 爱玛从不受人威胁,她也厌烦了保姆的各种作为, 于是她趁父亲不在时,悄悄把保姆引到了杂火间, 在紧闭大门之后,她将火把扔到了满地的热油上, 就这样,又一个威胁爱玛的人死在了大火中, 大卫着急地赶回家里,生怕爱玛出什么事, 但爱玛却露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容, 这一切让大卫毛骨悚然, 她把最近的事串联到一起, 决心找爱玛问个清楚, 爱玛起初还想撒谎不承认, 但抓住真相一脚的大卫不肯放弃, 她第一次对女儿发了火, 爱玛也在逼问中痛哭, 并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, 爱玛在坦白后却仍旧坚持自己没错, 她大声嘶吼着, 让大卫几乎忘了之前那个会对自己甜宵的女孩是谁, 经过一夜的思考, 大卫心中终于拿定主意, 她不想让警察抓走爱玛, 也深知爱玛的罪孽无法洗清, 她带着爱玛来到了湖边别墅, 想杀死爱玛后自己也离开, 但这一切早已被爱玛发掘, 爱玛迟着大卫睡着时, 打开了家里的煤气罐, 从四面八方涌出来的煤气几乎要了大卫的命, 她用尽最后一次力气跑出来, 质问爱玛怎么会有这种想法, 她可是爱玛唯一的亲人, 爱玛就不在乎地说如果她死了, 自己可以跟着姑姑生活, 正经的大卫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, 爱玛却还是在夜里跑到她的房间, 想要开枪打死她, 然而枪打歪了, 醒过来的大卫抢过枪想要阻止爱玛, 谁知爱玛突然大声呼救, 文迅过来的邻居刚来就看到了持枪的男人, 和一个痛哭的少女, 她理所当然地站在了爱玛那边, 并开枪打死了大卫, 大卫死后, 爱玛如愿和姑姑住到了一起, 然而她嘴边的笑容, 注定了这个家庭也会泛起波澜, 毕竟有些人天生就是坏种, 骨子里的坏, 任由怎样的感情都会泛起波澜,